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茶 以及他推荐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这是二十大时间 澳洲前总理陆克文认为 中共二十大堪点之一 就是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新表述 将如何影响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 新加坡的媒体人韩永宏 则注意到了习近平又在强调伟大的斗争 澳大利亚前总理亚洲协会总裁兼西欧的陆克文 那么在亚洲协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 他说探点二十大之一 就是习近平在政治报告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新表述 从中共的见证后的历史看 每当中共高层出现深刻的意识形态变化时 他就会直接向下影响具体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 他看到了邓小平三十五年一直谈到了不争论 所以没有人争论 一门心思搞经济 但是现在不仅有争论 而且争论的很厉害 又把意识形态提起来 那这里面就是核心重点的分析二十大的习近平将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 意识形态的内容 跟之前的十八大十九大相比有什么不同 他提到了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三个变化 有三个转变 第一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长期执政 他把中国政治向列领主义的左的方向推 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他特别强调他自己的核心领导地位要高于领导地位 第二的变化是 他在第二个任期2017到现在 让中国经济政策重心向马克思主义左的方向转 让国家对经济的作用更大 提升国企然后的地位 限制私营企业 压制高薪科技领域 整顿房地产 还有部分金融企业发起了共同富裕的运动 动用大规模资金制定产业政策 重新巩固了国家在经济系统的权力 他认为就是这些政策 出成了中国经济缓缓 第三个历史形态变化 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工程 让政治向列领主义左转 经济向马克思主义左转的同时 通过更强势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让中国向民族主义的右的方向转 他说2014年开始 邓小平的陶光养晦永不出头的外交路线 逐渐被他的敢于亮剑敢于斗争路线所取代 他着重研究 意识形态方面 然后包括中国下来要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核心挑战是什么 应该还是很熟悉中国政治的一种研究的切入 另外还有一个呢 中国的战略机翼区会不会被删除 估计会被删除 可能会有个新的措施 因为呢 这是中国正面临了一个不利的国际战略环境 而用听起来不是太耸动的字眼 开始把党和国家放到一个未来突发事件 做好军事准备的水平上 他是这么判断 但是韩永宏 新加坡联合早报 韩永宏 他注意到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再度重申伟大斗争的这一个政治现象 国庆前 习近平的中共中央理论 看入求是杂志东写文章 再次提到实现伟大梦想 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他临近了二十大 他还在强调伟大斗争 他引起了国际媒体的注意 但是他说 这不是习近平最近的新的理念 因为这篇文章 其实是二零一七年 中共十九大报告的其中的一部分 在做了功课 很多人都不会那么细 这点不容易 求是以习近平署名 看出这篇文章 凸显这段文字 直接代表习近平本人的意志 两千六百多字 习近平说 中国比历史上 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但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够实现 他要求全党必须付出 更为艰巨艰苦的努力 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那好了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斗争 那么其中新的历史特点究竟是什么 他没明说 但他强调 要充分认识这档伟大斗争的长期性 复杂性 坚决性 坚决反对一些削弱歪曲 否定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 坚决反对一些损害人民利益 脱离群众的闲情等等 韩永恒的理解是 如果追踪习近平这些年的表态 新的历史特点所指的也许就是 那个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实是设定了中国过去十年来 高层的外交思路 并发展着中国更为进取 敢于斗争 敢于亮剑 被西方国家批评为更为强硬的外交风格 和战狼外交 那么这些中国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 对抗姿态加剧 世人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都追溯起来 习近平最早是在2012年的十二月 在刚刚出任总书记不久以后 对中央军委的内部讲话中 提到了相关的概念 他第一次公开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已是五年之后 在2017年中国十九大 结束的那一个年的十二月 在接近在北京参加 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说 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中国的很多官方媒体 引述了习近平和其他场合说 中华民主委大复兴 是造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重要的原因 体制内的学者解读 什么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国立制度和理念之争 变的本质是世界经济重心的加快东移 东升西降的趋势不可逆转 韩永宏说 如果这些解读无误 意思可能是 中华民主委大复兴 是出使大变局的重要原因 而中共必须在历史大变局之下 在国立制度和理念层面进行伟大童争 而对象是一起竞争的 其他国家和制度和理念 那就是国家综合实力 国家的能力 国家的制度和理念 那就是很高的一个高度 后来他在世界经济论坛也说 世界各国应该开展 你追我管共同提高的田径赛 而不是搞相互攻击 你使我活的角斗赛 但是这是不是国立制度和理念斗争呢 他说他讲话有时候会有一些 不是很动态平衡 但是能不能从正面理解呢 当然可以 中共所称的伟大斗争 实际上的坚决维护中共领导和中国现有的制度 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 而不是跟美国进行你使我活的斗争 但是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不这么认为 澳大利亚前总理 西方世界的中国通 陆克文就讲到亚洲协会那个讲话 他是重点的研究 二十大报告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表述 他谈的那些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那就谈到了问题 出于一个战略记忆期 可能这句话在二十大报告会被删掉 韩永恒认为 陆克文的猜测是过滤 2020年 习近平的五中全会上刚刚强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中国发展能难处于重要战略记忆区 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他可见他认为二十大的报告不会做出新的意识形态的结论 何况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蕴含着东升西降不可逆的机遇 至少中国的领导人是这么理解 当然 韩永恒 与代保留 东升西降的判断是不是过于乐观 其实在国内外 中国的国内外都有很多的争议 不少人认为 中国不应该低估美国的实力 而过早地引发西方世界的警惕 但是今年以来 随着世界中国经济增速明显的放反 学者开始怀疑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的这一天 是否真的会到来 现在很多人都放弃这样一个评估 但无论如何 二十大以后的中国的外交估计 也不会改变风格和方向 就是说不会变得更加的柔软 也不会在未经挑衅之下变得更加的强势 中共高层对国际刑事的判断 以及外交方向 早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就设定 如今再提伟大斗争 只是再次重申 他的志气志向和他的所有的想法不变而已 那这会意味着什么呢 这会意味着伟大斗争会持续下去 在中国继续发展和西方加紧防堵的恶性循环之下 中外的猜忌战略互移还会进一步的深化 就中美关系来说 双方可能在战术上在沟通方面避免双方关系失控 但是在战略上的对抗态势也只会加剧 别忘了 不止中国的进行伟大斗争 美国公开指中国是主要对手 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 虽然用词不同 美国何尝也不是在中国进行他的斗争 只是没有说伟大 这两个字而已 第一 洛克文的关注 其实几乎是所有西方政学界智库关注的重点 这牵涉到是不是要继续往回走 向左转的原则方向的问题 第二 韩永宏对中国政治新闻以及发展趋势由自己长时期的关注和观察 他认为陆克文过滤的看法 究竟是一种处于对早报网的大陆落地安全的考虑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他的结论也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 第三 持续强调斗争 而且是伟大的斗争 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忽略不计的政治信号 我们经历过无数次的斗争 而且斗争一旦加上了伟大 我们就已经意识到 三与不是御来 而是三与已来 今年至今 各种异常的天象 已经向我们解释了这一点 第四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但凡被冠于伟大之后 就是一个带有方向性的战略转变 或政治斗争升级的标志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